美國總統特朗普5月19日在白宮的內閣會議上表示 儘管和中國的貿易協議開始生效 但自新冠病毒爆發以來 他對這個協議的感受與之前相比非常不同 而且他對北京非常失望 協議的意義不再那麼重大 特朗普表示 中美協議對他來說意義不再那麼重大 他質問為什麼中國阻止病毒從武漢擴散到全國 就阻止不了其擴散到全球其它地區包括美國 為什麼他們不讓我們的專家進入 幫助他們解決這個問題 因此我對中國非常失望 這是一個令人非常失望的情況 和中國發生了非常令人失望的事情 因為這個大瘟疫進入 這個本來不應該發生 這個本來可以被阻止的 白宮氣憤中共盜取美國疫苗研發 未遵守承諾 白宮貿易顧問皮特·勒馬羅 5月17日接受ABC This Week節目採訪時明確指出 除了中共造成病毒全球大流行之外 另一件令他感到中共行為太過分的事是 中方在1月15日與美方簽署了一份貿易協議 並承諾不再盜取我們的知識產權 這一點在這份協議中佔很大一部分 猜猜發生了什麼? 美國聯邦調查局現在發出警告 中國政府正在對美國知識產權進行客客攻擊 以便他們可以盜取疫苗研發成果 他們將來會做什麼? 為什麼?納馬羅說他們會用這個疫苗來謀取暴力 劫持這個世界 特朗普政府也一直考慮各種途徑 以便對中共掩蓋疫情導致全球大流行給予懲罰和侵購賠償 有很多事我們可以做 特朗普上週四接受福克斯節目採訪時表示 我們可以切斷整個關係 白宮首席經濟顧問拉里·庫德諾表示 儘管中美達成貿易協議 但仍會就這場疫情大流行向中共追究 我們與中方的貿易協議仍然存在 但中方仍然會被追究 中方仍然會被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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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方仍然會被追究